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得胜的呼喊 参考经文 耶稣说 成了 就低下头 断了气 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新一本 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前 发出了胜利的宣告 说成了 这里使用的希腊词 Tete Lestai 有三个含义 指出了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工作 第一 他用在完成一项任务时 当儿子完成了一个项目的工作 他会对父亲说 Tete Lestai 意思是 委托给我的工作完成了 第二 他用在债务偿清时 当一个人向法律机构偿还债时 文件上会盖上 Tete Lestai 意思是 债务已经还清 第三 这个词被用来宣布 一个人对契约规定的产业 有明确的所有权 当有人买了一份产业 并付清了钱 他们收到的契约上有 Tete Lestai的字样 意思是 你拥有产权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他完成了天父托付给他的任务 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 在十字架上 他完全偿还了我们的罪债 使我们得到了赦免和救赎 在十字架上 因着基督完成的工作 为我们开辟了一条 通往永生的道路 我们获得了 拥有永生的权利 耶稣的牺牲 足以为我们提供永恒的救赎 和整全的生命 直到永远 让我们一起祷告 父啊 你已经免除了我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 愿你永不改变的饶恕之爱 在我里面打造一颗爱与饶恕的心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